春台本土人数已连续数日破千 台北市疫情部分中山区的酒店出现许多确诊足迹与群聚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 本月1号到13号对七大行业加强机茶 共有五家酒店与酒吧违规 三家万华茶室违规 目前为止台北市因为疫情的升温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针对了七大的娱乐场所来加强机茶 目前为止机茶的部分已经在4月1号到13号 有机茶231家次的酒店酒吧 茶货的违规次数是五家 那有四家是消费者没有落实实验制 有一家是疫苗接种不合规定 那我们目前为止会做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4月11号以后茶货的部分 就会祭点一次并加强机茶 那万华茶是我们机茶的84家次 那茶货违规有三家次 那落实机茶之后将来会成为我们 第一个你如果违规的话 我们会有累计的开罚的加重 第二个强化管制措施 就是我们每天违规祭点一次 加强机茶的频率 如果10天之内机茶两次 那30天内达三次的被祭点的话 就会停业10天 所以我们希望这些七大行业的相关的业者 能够配合相关实验制 跟疫苗接种的规定 不要违规 落实机茶后 未来违规会有累计开罚加重 强化管理措施 包含加强机茶频率 违规祭点一次就会加强茶盒 10天加强机茶两次 若在30天内累计3点 就会停业10天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